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明朝 1.4卡池曝光 燕灭单手剑女C加四星少女登场 迎零迎来复刻 新增三个Bars一项 明朝 1.3手暗人士兵属性 今夕这家队友无疑 春世单手剑燕灭C 日服联动皮肤曝光 明朝1.2卡池的折肢 已经和大家们见面了 各位漂泊者们 是不是都已经抽到了呢 除了已经登场的折肢外 1.3及后续卡池等相关消息 也终于来了 一起来看看吧 有关于1.3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 官方已经早就公布 两位新角色分别是 首暗人、又胡 其中首暗人是五星角色 又胡是四星角色 两位角色的定位 机制目前来看 基本上都是网传的版本 并没有确定 感兴趣的漂泊者们 倒是可以期待一下 后续的相关消息 除了1.3卡池 两位人气角色外 后续1.4卡池的相关消息 也被放了出来 就最新的相关消息来看 1.4卡池的新五星角色是 春 武器是单手剑 定位大概率是 早期网传的烟灭溪 不过据说还在修 并没有确定 登登是四星角色 少女体型 尾巴是个电灯泡 非常可爱 复刻角色的话 大概率是 迎铃 值得一提的是 在后续的版本中 可能会有三个星 暴死一项 分别是 无关者 辽造之旗 民中之规 不过 毕竟是小道消息 什么时候登场 消息是否可信 均未知 毕竟是网传的消息 版本跨度大 各位漂泊者们 还需理性观看哈 明朝1.3版本中 即将上线的 首按人可以说是 近期最大的热度 不过关于他是属性 不少漂泊者 都有着自己的猜想 不过有玩法翻了一下 酷街区的Wiki 发现角色阵营标志颜色 和角色的属性 按照玩家猜测 大概率为冰系 网上猜测是光系 但三个奶两个光 怎么想都不合理 出光系就限制了 惊息叠层的速度 首按人是光系 肯定有部分因素 是为了限制 惊息强度而准备的 首按人技能 目前最为关心的 就是增不增伤 无所谓 有没有手法 稳住二阶 一直加暴击率才好 惊息79暴击 前面都暴就那 以下经常不暴剧 太难受了 应该是 进阶后新增效果 而不是覆盖效果 第三阶段 就能有回血增伤暴击 三个效果 但也有玩家说 应该是展开领域 持续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里面 且其他角色辩奏 不会断领域 也不用三次 都是首按人的辩奏 其他角色辩奏 同样有用按 照目前推测 就是为 惊息准备的 最佳队友 然后来看一下 新的爆料 是关于 1.4版本的寸 据说武器 是单手剑的 一位烟灭系 目前还在改动中 不过对寸 这一位角色 玩家有点心动 吵喜的人设 就要看强度 给到什么位置 肯定不会比 现在的输出落 日服联动屁赞作者 给明朝角色 搞了很多皮肤 可以说 有些还是不错的 其中 不乏一些 之前引起乐意的皮肤 不知道 后续版本处的皮肤 能否就在这里面选拔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爆料消息 就先当图一乐 看待即可 反正后续改动叫打 字幕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